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来追作者苏默 女儿 你走吧 这里不是你的家 妈妈的信 火爆朋友圈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女儿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一定恨透了妈妈吧 赶你走的时候 窗外还下着雨 你倔强的 非要连婉婉也带着 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婉婉一声声地哭着 叫着姥姥 额浅细碎的刘海 都被雨水打湿了 一缕缕地贴在脸上 我的心都碎了 对你说 要么晚晚留下吧 你头也不回地 拽着晚晚冲进了雨幕中 连一把雨伞都不要 那天 你来的时候 打开门 看到你红肿的眼 妈妈的心 是疼的 赶你走 都是为了你的小家 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爸妈是最疼你的人 会站在你的角度 给你提供经验 为了你以后的日子 是时候和你谈谈了 妈妈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告诉你一些 关于家的理解 希望对你以后 有帮助 第一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忍让 与迁就 是两个人的宽容和理解 你结婚四年 我已经记不清 你有多少次红着眼睛 跑来爸妈家里了 第一次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赶紧抱着你 安慰你说 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 妈妈一定保护你 如果真要是受委屈 爸爸妈妈养得起你 你抽完了一整盒抽纸 哭哭啼啼地说 他袜子老是乱扔 讲了一次好些了 过几天还是老样子 妈妈你说 我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 说完 你又哭了 妈妈知道 你从小时候 就很爱干净 玩具都摆得整整齐齐 可是孩子 世界上都没有完全 两片相同的树叶 又哪里有两个生活习惯 完全相同的人呢 小军是个不错的孩子 没多久 他就过来找你了 你撅着嘴不理他 他一遍一遍地跟你道歉 说以后一定记着 臭袜子不乱扔 你这才笑了 之后还发生过 炒菜放不放辣椒大战 洗衣服没有分开 染色事件 猫杀到底怎么换事件 小军一次次地跟你道歉 直到这次洗碗放多了洗洁精 孩子 你知道吗 家之所以是这个世界上 最舒服温暖的地方 是因为在家里 我们不需要拼命地伪装 就做最真实的自己 小军已经在自己的家庭 生活了二十多年 很多习惯 需要你慢慢来引导 就像你从小就有一个习惯 吃饭时非要把脚盘在凳子上 爸妈没有强迫你非要改掉 你开心就好 反正你出去吃饭时不会这样的 小军也跟我说过 他觉得下班回来 你盘着腿和他聊着天 像一只小猴子 在那里叽叽喳喳 觉得瞬间不累了 这就是宽容和理解呀 你回想一下 小军有没有非让你改掉 什么小毛病呢 有没有嫌弃你在家披头散发 素面朝天 有没有责怪你 不会做饭烧汤 吃饭还挑剔得要死 有没有抱怨你 早上的起床气 像颗定时炸弹 一点就爆 孩子 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无伤大雅的问题 处理得好 也是一种生活情绪 爱情 从来都是两个人 互相理解的结果 单方面的隐忍 永远不能维持长久 第二 婚姻需要成长 没有一个男人 能够宠你一辈子 我还记得 你结婚前的那个晚上 你躺在我腿上 说 妈妈 我遇到了世界上 最好的那个人 妈妈是满心欢喜的 茫茫人海之中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我的宝贝女儿 有幸能遇到了 自己的真爱 新婚艳儿 你和小军来家时 你眼里的爱 藏都藏不住 小军看你时 也是满眼的宠溺 你跟妈妈说 他要把你当女儿来养 要让你像孩子一样 永远不用长大 那时的你 满脸傲娇 妈妈劝你要当心 一段感情里 不同步的爱情 终将会分到扬镳 不知道你听进去了没有 之后看你的朋友圈 经常会转发一些 姑娘 好的爱情不需要将就 真正爱你的男人 舍不得让你太懂事 等等 妈妈全部都看了 却有着与文章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 好的爱情 需要共同成长 你和小军 从谈恋爱到现在 已经有七年了吧 他对你的点点滴滴 妈妈都看在眼里 有一次 他去出差三天而已 怕你孤单 让我过去陪你 我打开冰箱 里面塞得满满的 还贴了个便利贴 说你马上要立架了 一定不要吃凉的 孩子 知道妈妈 为什么要赶你回去吗 小军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妈 我真的累了 我明天再去接小姐 孩子 再多的爱 如果对方不珍惜 都会有失去的一天 我要把你宠得像个孩子 宠你一辈子 情到浓时 所有的誓言 都是加倍的甜蜜 就像高晓松和西幼米 高晓松把他像女儿一样养着 直到有一天 他忽然讲 我想离婚了 因为我不快乐 他们已经没有了 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婚姻尚且无法支撑 彼此走下去 最终走向末路 而你们 爱情平淡之后 过上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生活 疲于奔命 就以力不从心 唯有互相恩宠 共同成长 才是长久的爱 妈妈希望你 阳光下 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风雨里 做个互相扶持的大人 孩子 妈妈 愿你的他 爱得不累 而你也优秀到 值得这份宠爱 第三 婚姻本质是一种平衡 需要两个人一起维护 对了 你还记得吗 你小时候总是说 要嫁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 爸爸 就是你心目中的王子 那时候 我们家还有一个小院子 你爸爸种了一小块青菜 你放学后 就跑过去 看是不是发芽了 是不是长大了 你谢谢爸爸 让你看到一颗种子 是怎么长大的 爸爸却说 你最应该感谢的是你的妈妈 是她每天给她浇水 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还有你小时候的冬天 那时候经常下雪 你的爸爸总是起得很早 做好了热乎乎的早饭 才叫我们娘俩起床 那时 你大概就懂得了 幸福的感觉吧 你觉得爸爸很伟大 爸爸跟你说 妈妈其实比我做得更多 你上学后 冰凉的水 她洗了我们全家的衣服 妈妈不是要自夸 而是想让你明白 爸爸为我们的家做了很多 而妈妈 也没有坐享其成 做一个指挥者 孩子 妈妈知道 现在时代变了 女性的价值 已经在职场上得到了认可 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可不管时代怎么变迁 一个女主人 仍旧是一个家的温度 决定着这个家的幸福感 妈妈希望你能知道 家 需要两个人来共同维护 虽然你不会做饭 可是你能洗碗呢 或者帮小君摘摘菜 日复一日的烟火气息 也是一种爱呀 你知道的 以前咱们家不富裕 东西坏了 爸爸修修 妈妈补补 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好了 你和小君也一样 遇到问题 要想着怎样羞羞补补 而不是想着这个人 是不是选错了 爸妈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感情 小君也是你千跳万选的 而且爸妈都觉得你眼光不错 婚姻里有鸟语花香 也有吵吵闹闹 希望你们一路走着 一路搀扶 直到白头 第四 妈妈帮你带孩子是情分 不是本分 妈妈还想说说婉婉的事情 你带走她这两天 我想了很多 决定和你讲清楚 妈妈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退休后 能和你爸爸一起去看看世界 然后把他们画下来 后来妈妈退休了 你怀孕了 再后来 婉婉出生了 妈妈知道 生孩子的最初几年 生活是怎样的狼狈不堪 我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孤立无援 一直帮你带孩子到现在 妈妈也是一个知识女性 带着老花镜 研究那些育儿书 只为了我的女儿和自己的亲妈之间 不会因为育儿观不同 发生争执 还记得那次 因为婉婉吃药的事情 你生气了 说药里的抗生素 会让婉婉停止生长七天 那是自己的亲孙女 妈妈能不心疼吗 你稀里哗啦的 把婉婉的东西收拾好 要带她走 第二天嚷嚷着睡不好觉 又送了回来 妈妈年龄大了 身上这里疼那里疼的 晚上也睡不好觉 可是为了给你带孩子 也坚持了 现在婉婉长大了 妈妈也要歇歇 去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孩子 你要记住 老人帮你带孩子 是情分 不是本分 不奢求你的感谢 却也希望 能得到你的理解 就说这么多吧 妈妈希望你能幸福 小君才是那个 陪你走一辈子的人 对了 如果以后你们的感情 真的遇到了原则性问题 那就坚决不能让步啊 永远爱你的妈妈 殮嬉 孿 永远愛我的妈妈 心动不高